黄山女的父亲究竟是谁 绝非杨过 你看黄山女身后站着谁就懂了 张无忌身为以天时代的男主 他历经了一系列的奇遇 将多门神功聚于一身 可惜张无忌太过于优柔寡断 做事还拖泥带水 不管是在与高手正面对决 还是和红颜家人谈婚论嫁 张无忌总是扭扭捏捏 让无数读者看得如耿在喉 因此 尽管张无忌的武功配置不弱于郭靖杨过 但他的实战能力却不堪入目 幸好张无忌陷入生死攸关之时 一位身穿黄衣的美女总能飘然而至 最终就张无忌于水深火热之中 好比在图师大会上 张无忌使出浑身解数力斗少林三度 正当张无忌将九阳神功和太极拳的练器之法合二为一 逼得三度拼比魅力之际 一同闯阵的周芷若却突然倒戈相向 还拢出五指罩在谢迅的头上 害得张无忌心神大振 急进走火入魔 关键时刻 黄山女飞身而出 他使出九阴白骨爪如同玩耍一般 戏弄了周芷若一番 还将五目一书和九阴真经 一并交到了张无忌的手中 张无忌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 加之黄山女生的秀丽绝伦 张无忌又是一个风流公子 于是我们会看到这么一幕 黄山女准备施展轻功飘然而去时 张无忌再也按捺不住 他出口询问黄山女的方明 不料黄山女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微微一笑 留下了一句神雕侠侣 绝技江湖 就此绝尘而去 黄山女的身世很简单 她就是杨过的女儿 答案真的如此吗 要知道 此时的一天时代 距离神雕后期已有百年的时间 而在神雕的末尾 杨过带着小龙女走下华山之时 已有36岁 因此不管怎么算 黄山女绝非杨过的女儿 那黄山女会不会是杨过的孙女 时间线上来看还是有可能的 但通过金庸留在原著里的设定来看 黄山女似乎不太像是杨过的孙女 原来黄山女在图示大会上 和周芷若对决之时 施展的不是古墓派的武功 而是九阴真经里的九阴白骨爪 杨过小龙女虽也练成了崇阳一刻 可这崇阳一刻 也是王崇阳刻在古墓石壁上的残缺版 压根就没有九阴白骨爪这门武功 而黄山女若真是杨过小龙女的后人 她不应该施展古墓派的绝学 来击败周芷若吗 看到这里 想必有的读者会说了 黄山女之所以使出九阴白骨爪 是为了与周芷若的九阴白骨爪针锋相对 摇琴声嗔嗔嗔联响三下 乎见四名白衣少女分从东西岩上 挑然落入亭中 美人手中都抱着一句摇琴 这次剧情比寻常的七弦琴短了一半 改了一半 但也七弦齐背 四名少女落下后分站亭中四方 跟着门外走进四名黑衣少女 美人手中各执一只黑色长销 这销却比常见的洞销长了一半 四名黑衣少女也分站四角 可见黄山女出场之时 不但会有秦销合奏之声传来 她身后还站着四位黑衣少女和四位白衣少女 这八位少女同样各自手持长销和摇情 按照特定的阵位分别站立 看到这里就能发现 黄山女更不像是杨过小龙女的传人了 古墓一脉讲究的是神秘莫测 低调内敛 可黄山女出场却是高调张扬 八位侍女还按着五行八卦的阵法分站四脚 笔者认为 杨过小龙女下了华山之后 曾回古墓待了几天 接着二人再次外出不知所踪 带郭湘巡来时 她只发现古墓里有几名侍女 以及杨过刘增下来的玄铁重剑 郭湘不甘心 她也踏出古墓继续追寻杨过 最后落得一个落发维尼的悲凉下场 在郭湘离开古墓没多久 成英也寻到了古墓 不过她和郭湘一样没找到杨过 却发现了古墓里的几名侍女 又过了几年 蒙古人入侵中原 还在中土建立了大元王朝 百姓更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处处可见流离失所的孤儿 一日 成英外出遇到了几名孤儿 她索性将他们带回古墓 不仅将他们改了阳性 还传了他们桃花岛一脉的武功 这样一来 黄山女为何会九阴白骨爪 为何出场风格 像极了桃花岛一脉 都能解释得通了 只因黄山女的父亲 正是成英收留的某位孤儿中的一员 可惜金庸没将这部分缺失的剧情展开来写 否则又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武侠剧作了